我們來請周華堅研究院 周國森 周博士 來給大家做一下玉丹治安的技術 周博士也是周安治國所博士 周博士也是你們的大學長 他在大天業院非常地吃生 做得非常地好 他有帶了一個群組的人 在做我們今天阿所講的部分 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周博士 謝謝老師 謝謝顧問同學 我現在自我協校比較多 目前在中華歷史研究院資安研究所 我們熱烈的掌聲大概有 有差不多100台出口的 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做 一個部分幾乎有差不多70幾個人 是做PKI的部分 大概有差不多40幾個人 是做有關於一些 先進資安的一些防護的東西 就是有關於 比如說你們常聽到有關於APT的防護之類的東西 我今天大概講兩個主題 一個是有關於雲端治安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有關於APT的防護的部分 先跳過去 大概大方是這樣的 不重要的跳過去 這句話是做雲端 運算的人跟做物靈王的人 常常會講的一段話 這是大陸人講的 叫人魚魚雲雲雲雞算 物靈開話物靈王 看到這兩句就會想得到 到底什麼叫雲雞算 你問A A跟你說的是另外一種說法 然後你問B B是另外一種說法 每一個人講的都完全都不一樣 就看你怎麼排個萬點去看 基本上其實 Cloud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基本要件就是 第一個要網路 沒有網路就不會有雲端的運算 就不會有雲雞算的東西 我們這邊叫雲端運算 大陸叫做雲雞算 那物靈王為什麼叫物靈開 物靈王就是 其實物靈王的熊 號稱以後我們一個東西 每一個你看得到的 device 全部都會聯網 這很可怕 所以很多人覺得這種世界很可怕 現在到底會長得怎麼樣 沒有人說得久 所以叫物靈開物靈王 那破題 那是破題 那我們先回到主題上面來講 就是 什麼叫做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其實 有兩個 有一些歷史的東西存在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雲端運算以前 比較好以前 就B左四比零代的話 那個電腦都很大的那個時候 那時候的東西其實 並沒有什麼PC 沒有 personal computer 也沒有什麼 什麼什麼 周端的上面的這種東西 唯一的東西就是一個 terminal 那這個 terminal 唯一連到的就是一台 集中式的一個電腦 所以那時候就要集中運算 那集中運算是誰在用的 誰會接觸到這種電腦 不是一般普通人可以 你想買電腦就可以買得到 你永遠都買不到 所以那個東西完全就是專家在用 那到了1980年大家有畫 那時候很興起的一個東西 叫做分三式運算 那分三式運算 那分三式運算 其實它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專家在用 那什麼叫分三式運算 就是你們多練之後應該比較清楚 對 分三式運算就是把一個 job 然後分給好幾台電腦去做 或者是分給好幾個 process去做 但分給好幾台電腦去做 基本上的 共同的東西就是 這幾台電腦 它的基本的配備 基本的配備是一樣的 作業系統 或者是它一些新規模的情況 什麼 全部都一樣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去做分三式運算 那一直到1990年的時候 這時候出現一個叫 Green Computing 要有廣格運算 那什麼叫廣格運算 那什麼叫廣格運算 就是它跟分三式運算 比較不一樣 你說它並不要求 每一個加入這個運算的一個 這個group裡面 每一台的資源是一樣的 它的配備可以不一樣 但是它做的事情可以分掉 分給每一個設備去做 那基本上 我這是講白話的 然後那個 學理上的 學理上的應該不是這樣講 但基本上它的差別大概是這個 那基本上到廣格運算來講的話 這也不是普通人可以接觸的造成的東西 那一直到2006年開始含了 Cloud運算 那Cloud運算就變成什麼 就是 每一個人都會接觸不到 比如說你上規格 或者是你的N9手機上面的APP 去看一些路況 或者是一些做一些什麼事情 或者是讓你來什麼之類的 OK 大家都會用得到的東西 然後你都會接觸得到 那這些東西 就全部都可以 歸類為雲端運算的一個部分 那你知道為什麼說是賣商品 因為很多賣房子的 會說它是雲端上的 所以雲端上是賣商品 那基本上雲端運算要組合五大原則 這五大原則就是說 它第一個就是 它要能夠 這是利子很便利的 這是比較正規正確的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能夠自行的配置你的所有的資源 你的資源要怎麼調度 就怎麼調度 RAP不夠加RAP 機器不夠加機器 但是整個架構不會變 你也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說整個架構重調 或什麼之類的東西 第二個就是資源共享 就是 同樣一個RAP 我可以 這某一個部分的RAP 是給某一個人用的 哪些部分的RAP 是某一個人在用的 或者是分成不同的時段 要給不同的人去用 然後這資源共享 或者一顆CPU 或兩顆CPU 可是CPU裡頭執行的Job 可能是幾百個人的Job 可能是幾百個人的Job 都在裡面 可能要資源共用 那第三個就是 常通的網路 就是 我剛剛就講的 就是 雲端運算的基本條件 就是要網路 沒有網路 就不會有雲端運算 然後 第四個就是 快速的部署 快速的部署 就會先說 你寫好 比如說你寫要一個 application 或寫要一個web 那你要怎麼快速去部署 那在沒有cloud之前 我們講的就是hosting 那你可能去 租一個hosting的空間 把你的web 寫好web的東西 直接放在hosting上面去 那你就可以跑 那 在雲端裡面 就變成說 你也不用去租hosting 你租的是一個vm 那你就可以去b 這樣 那 第五個就是可以被量測 什麼是可以被量測的 就是說 你租的那個vm 你用了多少的量 你的網路用了多少 你的cpu用了多少 你什麼時候進來 用了什麼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要是 可以被量測 被監控到 這整個東西 就是nees 定義的五大 cloud computing 那 所以我們要回回來 nees 上次所定義的cloud computing 是什麼東西 基本上我們現在講cloud computing 很多人就會認為說 雲端運算就是vm 就是虛擬化的環境 但是 這句話是有問題 這是錯的 基本上 虛擬化的環境 是雲端運算裡面的某一個部分 但是它不等於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有很多種不同類型的東西 那虛擬化只是它裡面的一個部分 所以nees 會說它是usually best on visualization 接下來鋼呢 他會把雲端運算定義成一個部分 一個叫做雲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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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叫技術 技術就是 雲端背後所隱藏的那些複雜技術 你是虛擬化的技術也好 你是 支援的調度的技術也好 你是要把程式寫得很好的技術也好 你是要把程式寫得很好的技術也好 電力控制也好 這些東西全部都叫做雲端背後的一些技術 那這些所牽涉的東西 其實就是傳統的data center的顏色 那 在前頭的所謂的雲端背後的技術 雲端服務 就是我們一般所看到的 你現在在web上面 或Line上 或者是Android 或iOS上面 看到的一些服務 那全部都可以歸類為 雲端服務 那比較大的東西就是Google 或者是Android 但是 我為什麼這裡會講這兩個東西 說的就是 這兩個東西它運作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 Google它用的並不是一個虛擬化的一個平台 它不走虛擬化 它所有的機器都是實體化 只是說這個實體化是Google它自己去做調教出來的一個基板 這個基板影片不會讓一些虛擬化的軟體 比如說 Venware 或者是Zen 或是KVen 之類的東西 全部都沒有這種東西 但是 Amazon Amazon 它是Base在一個 Open Source的一個 一個虛擬化的軟體 Zen 的部分去發展起來 所以它裡面出租的空間 出租的一個Ven 全部是Base在Zen上 那為什麼放這兩個 主要跟你講說 這兩個是Cloud Computing裡面 大家講Cloud Computing 會提到的兩個廠商 但是這兩個廠商用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回到剛才講的那句話 虛擬化只是雲段運算裡面的一個部分 或是雲段運算的一個角度 其實這是大陸最喜歡講的 就是 到底什麼叫雲 什麼叫雲計算 然後他們就會把雲計算分成是 雲 雲海上面的東西跟手上的東西 其實 對 我們這邊來講 其實雲端比較適合解釋 這些事情 那雲就是 雲就是所有的資源 端就是你手上握的那個device 那雲端運算就是牽涉到 你手上握的那個device 你要什麼時候想要去 assess雲端上面的一些resource 那你想什麼時候做這些事情 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就叫雲端運算 就是一般我們看的雲端運算 就是一般我們看的雲端運算 那所謂雲上面的資源 包含什麼東西 包含Storage部分 OAS的device AP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所有雲端運算上面的資源 這是我剛才所講過的 就是 虛擬化跟雲端運算之間的差別 大概只要記住這個樣的一個差別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講雲端運算很多人 就會一直在討論虛擬化這些事情 因為 並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可以像Google 兩一批人去調查所有的硬體設備 那怎麼樣做最快 用虛擬化的軟體來做進行最快 用虛擬化的軟體 你要做自己的配置 要可量測 要可快速部署 要做資源共享 要隨時隨地可以assess 全部都可以很容易就可以達到 你不需要兩一批很專業的人 去做你的硬體上的調教 所以為什麼現在講雲端運算很多人會等於虛擬化 是因為這樣子 那這只是一般人講雲端運算 大家最喜歡講雲端運算 大家最喜歡講雲端運算 就是SARS Plus Ice 用這個圖來比喻 可能大家要比較清楚什麼叫Ice Ice就是住住空間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就是提供一個廚房 這個廚房 它有分標準型的、專業型的 或者是你隨時想要加什麼 這樣設備進來都可以 比如說你覺得微波爐不夠大 你想要微波爐要大一點 好像要大一點 沒關係 它隨時都可以配合你 它提供這種服務叫做廚房 提供你一種環境 這個環境可以隨你的需要去做配置 這叫Ice 也就是說你可以跟Amazon 總共跟中華電信 租一個VM空間 這個空間裡面 你喜歡配多少的CPU 配多少的RAM 配多少的Storage 就是隨便你挑 只是在台灣 畢公司 畢公司的VM上面 沒有辦法讓你什麼 想什麼做就怎麼做 這個 不知道是環境的關係還是這樣 不曉 接下來講什麼叫PASS PASS的部分其實就是 在賣 前面有食物 那PASS的部分就是賣 前面有廚房 那PASS的部分就是賣食物 賣食材 他把比如說你要做一個烤雞 你要做一個烤雞 你用做烤雞 你需要的雞 調味料 什麼什麼東西 全部幫你包好在一起 你只要定 我要做烤雞 那材料都通過進來 所以你租了一個廚房 然後很多人會提供各式各樣的烤雞 各式各樣的食物 各式各樣的食材 你就去那邊點點點 然後你就可以在廚房自己做 那你就可以斷出一瓶的好菜 那一斷出來的好菜 就叫做SARS 就是你看得到的一些application 比如說N9上面 或者IOS上面 或者是公用上面 你接觸到的一些烤雞的東西 那些全部的人都出來給你盤菜 那你用這樣去想 你就會比較清楚 PASS 到底是辦什麼樣的角色 那其實講 做security的人 就很喜歡 脆毛求疵 那 既然Cloud有這麼多好處 那Cloud如果又在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也可以做的 的確很多人在做這種事情 就是 就是 CASS CASS CREME WHEREAS SERVICE MASS 就是MARWEARS 的SERVICE 就是提供一些MARWEAR的東西 那什麼叫真正的雲段運算 大家看過去就好 雲段運算 雲就是支援 段就是你的Device 雲就是在做一些計算 做一些運籌維幄的東西 算你用這個雲端的環境 用了多久 你用多久 我就收你多少錢 就這樣 所以它還是要可以被 被側點出來的東西 接下來講 什麼叫雲端治安 很多人會說 那雲端治安 是一個很新興的東西 其實好幾年到現在 我覺得其實也不行 很新興的東西 好幾年到現在 雲端治安 很多人會說 這其實已經快舊了 但是很多問題到現在 都是還沒有解 因為大家不想解 因為解的那個問題很複雜 因為頭會多撿進去 所以大家不想解 但碰到問題再解 那傳統的治安問題 你就把它想像是這個 黑色的環環 那什麼是雲端治安 雲端治安 其實只是傳統的這個治安 只是長出一點點東西而已 它長出一點點 那長出哪些東西 如果底下會講 為什麼長出一點點東西 其實影響的動性不大 整個架構的東西 跟以前的治安其實 變化也不大 那你要做雲端治安的時候 看雲端治安這件事 如果說user的角度 來看這個問題的話 應該是從四個面向來看這個問題 第一個是你的資料的安全 第一個是你assess的時候的安全 第三個是你做了任何的動作 是不是有治安監控 那第四個是 如果你選擇是一個虛擬化的環境的話 這個虛擬化環境夠不夠安全 那長出的東西 所以藍色對藍色 紅色對紅色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資料會不會被偷 那你的資料會不會莫名其妙 就不見了 那你的資料有沒有加密 那你如果這個 比如說你做了 你做了 Google的Storage 那你不要用 那你年先傳到Google上面 Storage的資料 會不會他把你殺掉 全世界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所以 所以 檔案不要亂傳 你傳上去 傳上去是一輩子 然後或者是 好幾個世紀都不會在整個網路上 這樣 那 那 對黃色的部分就是 你要去Asses 那個運動的時候 你這條路夠不安全 那通常我們去Asses 運動的時候 通常會走 你會走 你會走 HTTPS 或者是走 固定的一個PALO 或者是走一個VPN的PALO 進去做Asses 那這樣會比較安全 那 接下來就是監控 整個運動的環境 你在Asses 什麼東西 是只有留LOG 為什麼要留那些LOG 就是說 關於出現什麼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 你覺得 我 我 這幾天都沒有用到 那些東西 或者我這個月 都沒有用到那些東西 那為什麼寄了一個帳單 給我說我用了多少 我住了多少VM 叫我要付多少錢 那這時候就是說 你整個運動的機房裡面 你必須要有些監控跟LOG 然後又不可否認性的去驗證 說那個User到底用了多久 這樣才不會產生後續的一些糾紛的 那虛擬化的環境 其實虛擬化的環境 其實虛擬化的環境 我後面會有比較detail的東西 為什麼會特別強調虛擬化的部分 是因為 整個雲端 不管 資料安全 存取安全 資產監控 不管你是不是在雲端 一二三 這三個東西 永遠都在 不管安全安全 但是虛擬化環境 但是虛擬化環境 唯有在 你使用的虛擬化環境的時候 它才會存在 那這個東西 也就是整個 cloud computer裡頭 唯一展出來的 信心的一個治安的問題 其他所有的問題 都是舊的 你都可以用 舊的治安的 手錄訊去把它解決掉 唯有這個問題 是比較新的 跟以前不一樣的 那這個問題 有一些問題 我在這邊 這一頁主要強調的 就是說 其實 新的治安問題 就在虛擬化環境上面 虛擬化環境會存在什麼問題 第一個 虛擬化還是有一個 類似作業信長的東西 比如說 Web整個 re world rescub 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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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KVM KVM 這些東西 就如同你的widdows一樣 你要定時的去上patch 你patch沒上 你就存在一些弱點 那些弱點 那骸客就會 接著那個弱點 供進來你的平台上去 第二個部分 就是資源共享的問題 資源共享的問題 是說 因為如果你是大家共享 你寫了一個jump 或寫一些資料在RAM上面 同樣別人也是用在那個RAM上面 它可以透過一些手法去看到 整個硬體上面的RAM到底有哪些資料 那這個部分就必須要去避免這些事情 第三個部分就是虛擬機器的移轉和備份 這部分主要是說 因為你現在假設你現在住的是CHD的 假設你住的是Amazon的雲段服務 那有一天你在那邊都亂好好的 那有一天你覺得你不想用Amazon 你想拜國一下用中華電信 可是你要從Amazon把你原來很愛批東西 用到中華電信來那是不是可以 全世界也沒有人這樣保證過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做的是Purity的 就要幫老闆想到說會有這種問題 然後這種問題要被解 但是要解這種問題當然是需要花錢 那第四個就是InterVM的問題 那這是所有在做虛擬化的人 會面臨到一個治安的問題 叫做InterVM 就是同樣的一個機器雷設備上面 它長了很多個VM VM跟VM之間照理說是隔離的 但是坦白講它不是實體隔離 它是它的底層全部都是共用的 那很多種手法可以 可以從這個VM A的這個VM 透過一些手法去竊取到 V這個VM裡頭的一些資料 那你怎麼去防護這樣的東西 然後這是你必須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那這一張圖是支撤會的圖 它要描述的是VM會攻擊另外一個VM 那你怎麼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防護 這樣 其實防護也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一群VM 全部都上面再加一層Snow 由Snow的去監控它 那你就可以知道會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那這是雲端音算的應用 應用在密碼破解 這一家公司好像已經到了 我這個資料比較久一點 CloudPlat 那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這一家公司 我不知道打了沒有 因為最近好像 好像你一定說他有一些消息 這一家公司在做什麼 這就是公司號稱 你傳上來的一些要破解的東西 我可以幫你破解 那怎麼破解 就賺錢 那你如果要很快破解 20分鐘要拿到密碼 17塊錢 40分鐘要拿到密碼 35塊錢 就有很多人會把東西傳上去 那我會傳什麼東西上去 Wi-Fi Wi-Fi的光光是大家都可以錄得到 不管你是用Web加密 WPA加密 WPA2加密 我管你什麼加密 反正我先錄一段 錄大量的一段 錄完之後 我就寄給他 他就幫你把WPA2或WPA密碼寄給你 不這樣 所以 所以 我們公司的長官說 說 他喜歡用Wi-Fi 怎樣怎樣怎樣 通常我們都會跟他說 最好是不要用 因為Wi-Fi真的很不安全 你要測錄Wi-Fi的風暴太簡單 然後 又有專門的工具可以破 所以 你現在覺得安全 明天可能被人家破了 後天可能被人家破了 問題是你的光包是隨時錄得到的 要整理的人 要針對的人 太簡單了 所以最好用鬆滑電線 3G或4G的手機上網 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3G、4G的東西 基本上要破解 不是那麼容易 你看 好 這個是商業模式 有人就用這樣的商業模式 所以 所以有一些 比如說你來敲密碼 最好要有一個實體的Token 所以為什麼人家講 在Cloud的世界裡面 2Betal的認真是很重要 就是你要有一個實體Token 的東西做一個認真是很重要 而不是單純只依靠Password 這個是大陸的一位網站 這號稱宇宙超級強 叫做宇宙超級強的Rambo Table 你們應該都知道Rambo Table在幹嘛 會破壁 他見了這個經驟不知道多少億 反正這個字點一直在擴大 他有號稱宇宙最強的Rambo Table 所以 他 一樣 就是 破解不出來 不收錢 破解出來才收錢 我不知道這一家 還在不在 應該還在 但是他的商業模式 是不是還是這樣 不太清楚 但 這個東西 這個好像是會言字 這個是題外話 很多人用Cloud這個東西在做一些壞事情 我們回過來再來看 為什麼我剛才也是強調一些 這些問題 其實 在 CSA的雲端 CSA是一個組織 那 這是 Cloud 什麼東西 我幫他解 Cloud 的一個組織 然後這組織是在雲端裡面 滿大的組織 它發佈了一個十大安全的威脅 這十大安全的威脅 而且從上看到下 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 有沒有雲端 你要不要注意 要 這個東西有沒有雲端 你要不要注意 要 這個東西有沒有雲端 有差別嗎 沒有 沒有雲端 你還是要注意 啪啪啪啪下 最後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 唯有在虛擬化環境才會存在 以往不會存在這種東西 共享環境的一個是 那位置風險者就不知道 Cloud裡頭 還會有什麼位置風險 沒有你知道 就好像是現在 各位用的電腦 帳面 或者是你介紹的網路以後 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沒有你知道的 所以他舉的這十大熱案問題 其實坦白講 只有一個東西 是新的東西 叫做共享資源 造成的一個熱案的問題 其他所有的問題 全部都是以前所面對到的 你不管有沒有做一段 你全部都要考慮到 接下來講 什麼叫雲端治安的名詞 第一個 很多人說 愛死的共用商 就提供了一個虛擬資源 就像企業內部一樣的安全 以往大家都認為 intranet是安全的 最少我是一個intranet 我不會接到外網去 外網也接不進來 所以我裡面是安全的 因為駭客也進來也出不去 但是 說 現在已經不對了 你的intranet裡頭一定會收滅 那駭客就是透過 沒有進來的 駭客透過沒有進來 那你要說 那他怎麼出去 他就會在你公司開始找 找你的intranet裡頭 因為 很少的那個intranet是純粹沒有對外接口 一定有一個對外的接口 所以他就會在你的環境裡面去找 哪幾台是可以對外出去 他就開始從這一台跳到那一台 從那一台跳到這一台去找他的出口 把他的資料收集完打爆以後 就藉由那個出口出去 我們曾經處理過一個test 是 駭客進來以後 他把資料收一收 可以跳BB跳C 然後跳到母艾塔上面去 然後把資料收一收 收完之後 他怎麼出去 他透過Gmail出去 他就連上他自己的Gmail 然後把他一包往Gmail送 最近很多 這種test越來越多 很多東西就直接送到Google的Storage上面 或者是送到Drawbox上面去 現在Hike很多都是走這種東西 因為一般來講一個企業它對外的監控 它可能會開放你可以用Drawbox 你可以用GoogleStorage 所以往那邊過去的一個連線 通常被視為是一個正常的連線 所以Hike就是走這種正常的連線 所以你永遠都不會發現 所以第一點這個問題是錯的 所以你如果不管你是不是說租的是VM的環境 或者是魚端的環境或者是實體的環境 你永遠都要注意你的環境都是具備威脅的 除非你是一個真正的封閉的 沒有對外任何出口的一個滾路的環境 那我就會說它是安全的 但是最近好像不是最近應該去 好像也不安全 因為有人把網路線拔掉以後 資料一樣還是會被通 透過什麼出去 它有種叫做音頻訊號 它從這個二一城市把資料收完之後 把它轉成音頻訊號 從這一台傳給那一台 那一台再傳給那一台 跳跳跳跳跳跳跳到隔壁去 隔壁可能有電腦是可以出去的 跳到那邊去再出去 所以已經沒有安全的環境 所以已經沒有安全的環境 只是說那個基礎分砍很高 不是我們可以做得出來的一個東西 那派克的部分其實 等一下再講那些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說 有了VLAN以後 VLAN在做什麼 VLAN在做一些LAN隔壁 VirtualLAN 你其實在沒有雲端前就有這種東西 那多些人就把LAN全部都隔壁 那全部都隔壁以後就不會有問題 那也不見得 那因為VLAN只是確保不相關的VLAN 它的用戶之間的網路是不同的 那供給並不是只有透過網路過來 它可以透過Memory的竊取 都可以透過Memory的竊取成那一層上來 它不見得是透過網路過來 因為你用的影程是一樣的 你用這個Memory 它也用這個Memory 它可以對這個Memory去做一些操作 它可以從Memory那邊去看到你的一些資料 所以供給幣不是從網路直接過來 這就是你用共享資源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那第一章就是說 那我租了雲端的環境 雲端環境的供應商 就要幫我負起安全的責任 就像我租了中華電信的海卡無言 中華電信就要幫我負起安全的責任 對不起安全是要付出代價 你如果租的東西太便宜的話 那一點資安的保護都沒有 除非你多付一點錢 中華電信就會幫你多看一點 這樣 那不是中華電信這樣做而已 對啦 Amazon也是這樣做 Amazon 開中銘利會跟你講一句話 整個問題是個人的事情 不是他的事情 他只會幫你做好整個問題 整個問題是 右部本身就應該注意的事情 所以他會提供一些基本防護 那這基本的防護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他會額外再提供一些防護措施 但是 對不起 這些防護措施 全部就在做 我們剛剛講的SARS 你可以買這個SARS的服務過來 然後放在你的會員上面 當作一個防護措施 就是要錢 就是要收錢 安全是要付出代價 不要想說這東西會有免費 因為安全真的很花錢 第四個名字 這是一般人最長 很多大市集的人物都會跟你講 雲端一算絕對是可行 因為錢都可以放一朗 為什麼資料不可以放雲端 你一定是一下 你會覺得有道理 錢都可以放一朗 為什麼資料不能放雲端 但是 我要跟你講 這是錯的 而且是百分之百錯 下次有哪一個專家在他們講 你就當場洗手罵 這是不對 錢跟資料是不一樣 錢放在銀行場會升利息 資料放在銀行場會不會升利息 你放一份資料會不會漲成兩份 除非你被錄錢 另外一點 錢 因為我後面應該有條件 我本來要透明片拿掉 錢 錢 錢 失去了以後 再賺 就會回來 有沒有你在意 你賺來的錢 是不是你原來的那個錢 比如說你原來的錢的變號是AA1 你賺回來的錢 你會在意他是AA1還是KK1 那你不會 因為一千塊就是一千塊 對不對 他的價值 不會有CAL那個錢 是哪一個錢 OK 但是資料不一樣 資料是有 個體值的 是有 商業目的 當你失去了以後 你永遠就做一步回來 錢失去了以後 可以賺回來 資料失去了以後 你要求Google把你刪掉嗎 刪不掉 怎麼辦 所以 資料跟錢不可以這樣比 所以 你的資料要放到雲端之前 如果這個資料對你個人 是很重要的 你不想讓很多人去看到你的這些資料 或者不想讓你看到這些資料 你最好加密以後再加密 然後 那Key放在自己手上 但是 剛才講過 有全世界五宇宙最大的vibletail 所以 你對當一個檔案加密 其實 有心的 要破解也不是難事 那怎麼辦 等一下跟你講 這個解法要這麼解 所以 在雲端安全上面 我們講雲端安全上面 有一個三要素 就是 機密性、完整性、可能性 但是 我要加一個東西 這個是我自己加的 你本來講 我講三要素 機密性、完整性、可能性 但是 我要講一個東西 叫刪除確定性 你有沒有誰有辦法去確定 你身裝的Storage上面的檔案 當你退出了以後 那個檔案是真的被消掉 全世界沒有人 跟你提出了法證 所以 要放檔案到雲端上面的之前 要三思再三思 那個檔案 如果不能對外曝光的 你就不要放到雲端上面去 OK 十年、二十年 可能沒有人發現 二十、三十年以後 如果可能 Google或什麼 覺得 資料太久了 太爛了 全部把它封開掉 那怎麼辦 所以 所以 資料不要亂上雲端 就像那個iCloud 接下來 什麼叫雲端錢 這個我們一直在講 那個 錢的事情 錢 錢 錢的資訊可以轉回來 資料失去了 以後就會回不來 就回不去 那最好的雲端的 Spirit的解法 是什麼 我這邊講的 只是我的ID 我們公司沒有這樣做 全世界不能這樣做 這是我的ID 純屬個人 個人一程 其實 你要面對雲端的時候 你應該想的東西是 雲端上面的所有的東西 不管是CPU、RAM 或者是Storage 全部都是你可調用的一個資源 但是呢 掌控權要在你的手上 這個大圈圈 代表是一家企業 一家企業 對外要用一些雲端的一個 Service 或者是Storage 或者是其他 東西的時候 這家企業應該要去嚴格的管控 你怎麼去Assess這些雲端的資源 你什麼時候Assess的雲端的資源 而不是任由企業內部的這個人 想要Assess 他就去Assess 你在企業的雜奧的地方 要做一個Gateway的東西 去統一管控制的部分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雲端上面 一些資源 它的Security的防線 拉回到你的企業的斷口上面 這樣你才有辦法去解決 你企業面對雲端上面的一些 衍生出來的一個問題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這樣子做最簡單 你不用去要求 Cloud的Service Provider 做一些Security的什麼防護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本身 企業應該做好的防護 你就可以把雲端的資源 當作是內部的資源來使用 這是個人想法 剛才講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檔案 你的檔案一個檔案 加密又加密以後 就像那個 駭客常常喜歡夾殼又夾殼一樣 你把它加密又加密以後 你的檔案就轉上去 那你難保五年內 十年後 不會被破解 那怎麼辦 最好的方式就是切割再加密 就是把你的檔案 隨機切整任等份 或者是任個不等份 都沒有關係 然後每一個等分 用不同的加密的方式 或用相同的加密方式 也沒關係 但是 但是每一個等分的加密的Key都不一樣 整個檔案順序依照你排好的某一種順序 隨意去抽出來把它切割 切割完之後加密 加密完之後丟上來去 不要丟到單一個Storage Service Provider那邊去 比如說你身上Google12去 你不要把這邊切完的東西全部又往那邊丟 你最好有兩種三種四種Storage 比如說你有Google的Storage 你也有Microsoft的Storage 你也有Drawbox的Storage 假設你有三種 你就把這些東西 再把它隨意丟到這三種裡面去 然後你會問我要怎麼組合回來 組合回來的點算法跟那個table 在你的企業內部或者是在你的手上 任何人都拿不到你這個東西 除非你的電腦被破了 任何人都拿不到你這些東西 也就是說雲端上面的東西都是你的資源 我高興怎麼放就怎麼放 任何人拿到任何一個東西 他都組不回來原來的東西 他即使組了回來 他即使是一個小片段 他沒有辦法完整的再把它做一個組合 所以唯一能夠做完整組合的是誰 是你自己 你握有原來的那些東西 這是一個企業裡頭 然後面對ProofStorage 所以應該要去處理的事情 所以應該要去處理的事情 那 這是很好的想法 對不對 我也是覺得很好的想法 但是 但是 這個有專利 但是專利不是我的 好像是 前年吧 前年美國那邊有提出一品這樣子的專利 然後我們是在前年的年底的時候提出一篇專利 然後我的專利最後就被剝回了 為什麼被剝回 他說 他說這個美國人家已經有專利了 他說我申請中華美國專利 他說不行 不具心理性 所以不能給專利 對 對 上專利應該知道要有吸引性 所以現在申請中華美國專利 比起來難太多了 因為 他會找很多 那個 國外的 尤其是美國的 找美國的一些專利來看 看是不是有類似的 有類似的你就要解釋又解釋 來來微微就跟店 然後一過去就兩年過去了 專利還沒下來 所以雲端的儲存 我們講Storage這件事情的儲存要注意哪些事情 其實 不管你沒有雲端儲存儲存 你就要注意這些事情 比如說 你用了 Cloud Storage 比如你深入了Storage 我講這個也是會話 因為沒有人會跟你提出這種保證 Google也不會跟你保證 Amazon也不會跟你保證 只是說 有這個問題在 所以 你一些比較私密的 文件 你就不要 隨意的傳上去 對 大家比較好 雲端世界的體系 雲端世界的體系 那這邊只是 你獨一獨一獨一獨 講一堆的東西 第一個 講的是說 辛克蘭 有人說 辛克蘭也是雲端 對 辛克蘭是雲端 辛克蘭是雲端的一種 架構一種模式 但是 雲端不是只有辛克蘭 雲端有很多很多種變形 雲端也不是只有虛擬化 虛擬化只是雲端裡面的 某一個部分 OK 那你要存取雲端的 一個資源的時候 你一定要加密 不管你用SSL VPN 或SS去 反正你都一定要加密 千萬不要用80POR 或者是用不加密的東西 或FTP FTP 沒有S 去做檔案的傳授 然後一樣 你用Wi-Fi的時候 定期換密碼 你看 反正這裡 沒有對你們的關係 沒有關係 其實 一大堆東西都是這些 東西 在一起 但是 好像 我在我公司講這些人家都會覺得我 好像想太多 這個關係都不會發生 但是 但是做治安的人就是要 想多一點 這樣 你看 好 大家都是 國家會來的主人 以前比修文 講到這一章的時候 我就 很有信心說 其實雲端對 台北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發展的機會 那 這個發展的機會是 你可以從 Open source 從OS的底層 如果 吐入進去 深入的去搞這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擺脫一些大廠的一些 糾格 其實說 你可能以後就不需要 不需要一些 一些 比如說 Windows 什麼之類的 你不會永遠都被他幫助 因為 你有自己的一個平安 自己的一個作業系統 自己的雲端 一個環節 那就看你那個資源要不要投入境 那以前我對這個很有信心 但是 所以 今天投入後面加了三個字 但是 實際以前過 為什麼實際以前過 當當時 台灣在弄這個東西的時候